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聽他的大名 都只是透過他的作品所改成的影劇作品 所以等於你要說熟悉劉振映 最多大概也就是你熟悉他寫的小說吧 就很難熟悉那個人的 我讀到關於你的故事裡面說 你堅持開始寫小說以後 你有五年的時間要接受退稿這件事情 有這麼長嗎 網上的話千萬別信 所以那些你去菜市場裡面跟他們聊天 誰說我要去菜市場跟人聊天 沒有嗎 沒有這件事嗎 那菜市場不用聊天就買菜就完了 只是正常去菜市場 哪有說這一個作家是靠採訪靠問誰 為什麼你的人生的辛酸的故事能寫出好作品呢 我不知道這個轉述是不是正確 就是你稱他們為尷尬的人或者是失意的人 我什麼時候說過 你沒有你沒有這一句話吧 沒有 訪問中說你對於有錢的人 你對富貴的人沒有興趣 你對於尷尬跟失意的人比較有興趣 就是這個網絡 就是這個網絡他有時候的話呢 他說的就是有一多半可能會是走刑的 不可以 我對什麼人都感興趣 人的一輩子都在尋找 生下來就找奶 長大找愛人找健康找工作找朋友 最後是找死這句話有嗎 誰說的 你 沒有啊 沒有啊 但是把這麼多的話怎麼都加在我頭上 這句話還蠻不錯的 是是是是貌似都很好 全世界都說的話我是中國最幽默的人 其實這是一個最大的誤會 沒去過我們村子 蔡老師 我說我們村子最不幽默的 好多人就說我很幽默 因為我是河南人的後代 我是1942年的後代 所以我知道幽默產生在什麼地方 幽默絕對不產生於幽默 幽默的話呢 一定產生於嚴肅 嚴肅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笑話 笑話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嚴肅 悲劇的底色一定是喜劇 喜劇的底色一定是悲劇 當嚴肅的事情發生太多的時候 你用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嚴肅 嚴肅它會變成一塊鐵 你是個雞蛋裝上去就脆了 但是呢你用幽默的態度 嚴肅會變成一塊冰 幽默是大海的掉到大海裡就融化了 這是一個哲學的一個命題啊 你平常你平常住北京 在北京 所以河南你是一年回去一陣子 我父母在的時候我就回去的多一些 他們去世之後就回去的稍微少一些 所以不會因為有人看了你的書以後覺得你描述很多農村的事情 而認為你偏好那些地方的人物 我也寫過很多城市的 可是你最大部頭的書你都願意用故鄉開頭來描述他們 故鄉天涯繁花 故鄉相處流傳 故鄉面和花朵 這是一個系列 包括的話像一地雞毛 一槍廢話 一九四二 一句頂一萬句 一日三秋 都是一 就是一字開頭 還有一個就是我叫什麼和我不叫什麼 他們老說是三個系列 然後其實我在起名字的時候 也沒有想那麼多 不是故意的 當然我說人家也不信 他是不同時候寫的東西 然後有時候起名字的時候恰恰他就這麼起了 但是你一抬頭 就像天上的大宴一樣的排成行了 還有他說你是不是也像福克納一樣 我老寫研金嘛 你是不是要把它弄成一個郵票啊 我說我不畫郵票 因為最重要的一定是人物結構和故事結構 即他們背後的哲學含量 有這個之後的話 這故事發生在那真是無所謂 既然是無所謂 那肯定我讓它發生在我故鄉 對我更得心應手 你比如說他們吃什麼 包括的話就是他們喝什麼 他們怎麼說話的 他們怎麼哭的怎麼笑的 他的話术和心术 包括這個咒文裡的塵土我比較熟悉 我就不要為這些日常的細節的話呢 就是再費心思 你當時成為一個小說家 是對於你的人生有很多很多想法 然後跑出了寫小說這個想法嗎 其實我不應該成為一個作者 因為我呢就是在中學的時候特別喜歡數學 因為我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當時中國是沒有高考了嘛 然後我就當兵了 是 我當兵的就是在軍營裡 我每天看的都是數學書 恢復高考 我就從部隊回來考學嘛 就是他們說的話 那你肯定高考的語文分特別好 我說不是 我高考分數還是數學 請問當兵的時候看書這件事情 在你們部隊裡面 別的當兵的人會覺得很特別嗎 愛看書的人 就是因為他是在部隊嘛 相對還是比較少 那個時候特別喜歡站崗 夜裡邊站崗 站崗的話呢 你是一個人嘛 這個軍營那個門口的話 他用那個燈嘛 我就在燈下就愛看書 看數學書是一種 心靈的書解 還是樂趣 還是準備將來考試 沒有沒有想那麼多 我就是這個 知道數學和懂數學的人 就會知道數字的遊戲 也是特別有樂趣 還有一個就是數學的話 特別考驗人的這種 真密性 這個真密的話 給我的寫作的話 也帶來了一些幫助 可是你沒有去 你沒有變成一個理工男 其實我寫作的話呢 就是那是因為上了大學嘛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嘛 因為我是中文系嘛 上了 為什麼上中文系呢 因為當中文系要的分最高 因為分數高而進了中文系啊 對 然後的話呢 就是大家都在寫 我也跟著寫 當然 最後大家不寫了 我還在寫 你有看同學寫的東西嗎 那個時候有好多同學寫的 都比我好 是大家互相分著看嗎 當時都發在雜誌上嘛 而且學生的話辦的一個刊物 叫吳以明胡 然後他們都寫的比我好的 是時候 但是寫的比我好的 最後他就 這個一畢業之後 就是顛沛流離 去了各個不同的地方 他就不寫了 是 我呢還是一直寫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詞 所以說 就是 耐心 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確實 對 堅持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有好多 這個路走了99% 其實就剩下 1% 他就可以通過這個防護紙 是 但是大部分人都有回去了 因為你不知道那層紙會在哪裡啊 對 他恰恰的話呢 這個時候 你要堅持一下 堅持一下的話呢 他突然這個光出來了 是 又是思想的光芒 你突然明白的話呢 這個小說是什麼 你明白小說是什麼 並不是大姐理解的那個小說是什麼 而是突然你自己知道這個小說是什麼 你的小說是什麼 我從事文學的鏈條呢 是非常脆弱的 因為我媽不識字 我媽她媽就更不識字了 所以到我這兒開始以文字為生 有時候半夜我想一想 後機梁還是起冷汗 使得字有限 他都愛看這個電視劇 他認為大陸最好的電視劇是 87版的《紅龍夢》 我說文學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能夠留住生命 賈寶玉 林黛玉 薛寶柴 你什麼時候想見他們 或者打開電視機 你都能看到他們 不但能夠長生不老 而且還能夠青春永住 永遠都是十五六歲的 少男少女的時光 我們就是對 我說文學能夠把人的生命 在時間和空間的交叉上 把它固定下來 我媽說有道理 那既然這樣還寫別人幹什麼 你可以寫我 比這更重要的是 它跟生活的關係是什麼 文學的話呢 是生活的反應 但是的話呢 它如果僅僅是生活的反應 它存在的必要性確實不大 所以我有一個理論就是 文學是生活停止的地方 文學出現了 生活流動的速度特別特別快 縫隙裡那些東西 來不及思考的 這些點點滴滴 他在文學中開始思考 首先我看到的小說裡在乎的題目 我在想說那個主題 是劉振雲只是要拿這個當藉口 寫那些人 還是他真的在乎這件事情 比方說你對於交朋友這件事情 在乎的程度 其實是讓我這個讀者覺得有點意外的 因為我沒有認真地想過這件事 我沒有認真地想過一個人 如果一輩子找不到一個真心的朋友 有多悲慘 這個呢恰恰是有時候生活中 我們忽略的這種思考 有時候文學把它給撿起來了 不是重視 是文學的特質和特性決定的 嗯 生活忽略的人 他可能呢 文學把它撿起來了 你比如說像 《語一點意外句》 他寫的是一群不愛說話的人 他不愛說話並不是他沒有話 而他說話不佔地方 那就是殺豬的 剃頭的 染布的 破竹子的 就是雲雲眾生 嗯 說話沒人聽 是 他漸漸就不說了 不說的話呢 就是他把話的話就壓在了心底 是 壓在心底都成心事了 嗯 但是街上走的這些人 他都有心事 萬千的心事 他會成風流 這個風流恰恰改變了這個世界 那這些忽略的人 包括他忽略的情感 恰恰是文學說重視的 不過我聽你提過一個人物說 他 最要好的朋友是一頭牛 結果那頭牛死了以後 這個人就消失了三天 然後就不見了 對 這是那個 《顧香面和花朵》裡邊的一個人物 不是你們家裡的人 是 這個是我外祖母生前跟我說的 有一個三叔 這個三叔的話呢就是 他一輩子也沒結婚 因為窮人家有時候 他不一定能娶得起媳婦 但是的話呢 他餵牛在家裡邊 所以的話他餵牛就跟牛 這牛呢就是他產生這種感情嘛 特別好的感情 會跟牛說話 對 會跟牛說話 牛也跟他說話 突然有一天這個牛死了 他就特別的傷心 然後呢 那個時候外祖母說 他說我還很小 突然聽到三叔呢就 跟我外祖母 他媽說話嘛 他嫂子我要走了 半夜 說那你去哪去啊 沒聲音了 然後就打開門了 就是 一地的月光 人沒了 然後我就把它寫到書裡了 那如果 這個家庭沒有產生一個作戰呢 就是這個三叔這個人 就永遠就不見了 是 他的傷心 包括那個 因為一頭牛 對他熟悉故鄉的告別 你不知道他去哪了 那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事兒 他到底有沒有價值 那他應該還是非常有價值 哦 是 這是文學存在的意義 你不止一次地描寫這樣子的情境 就是某人把另一個人當好友 而另一個人根本沒有把某人 當成好朋友的這種被拋棄的感覺 對 這就是 悲劇產生的根源 嗯 看似的話呢 是凡夫走卒 然後一個是賣豆腐的 嗯 比如說一個是殺豬的 但是他引起的心理的震盪 他不亞於一次世界大戰 是 他突然覺得自己非常的失敗 哦 這個失敗不是在自己身上驗證的 是在別人身上驗證的 哦 在別人身上驗證 恰恰證明自己 就是這種目光對世界的感覺 包括對人的看法 對人的判斷 對自己的判斷 他出現了那麼大的偏差 是 而這個偏差對他會有趣味感 這個真正好的小說 他不但是要寫人物的情感 更重要的是要寫人物的思考 嗯 他這個主人公的思考 跟別人有多大的不同 一般我們眼光會認為說 啊這是兩個老粗 嗯 他是粗人 可是即使是這樣的粗人 嗯 在你的小說裡 他們覺得友情建立的一個關鍵就是 我是否說出了我的弱點 或者是我隱私的那件事情 密室 密室 嗯 這個巴爾扎克說過 他說 小說的話呢 就是一個民族的密室 是不是一個民族的密室 這個倒是可以不說 但是他一定是人的這種密室 啊 是 這種密室並不是只局限在情節和故事的層面 嗯 主要是密密的思考 嗯 這個隱密的思考 有時候可能在生活中是說不出來的 是 難以名字的另外更重要的 他可能在生活中 他來不及這麼思考 他為什麼這麼發生 他整個的過程 包括是什麼樣的結果 這個的話呢 在日常生活中的話 有時候你只是在生活 而沒有思考這個生活 生活 生活是推著你往前走的 嗯 正是因為他對世界的認識 嗯 由於他人為言輕 他說不出來 所以的話 大家只知道他是個木匠 嗯 知道這個木匠 和另外的木匠好像是一樣的 是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 不一樣的 我們河南人有一個詩人叫白居易 白居易寫的最好的一首詩就是《麥潭宮》 《麥潭宮》裡邊 最著名的兩句詩的話是 可憐身上一正丹 心憂貪見怨天寒 出來的力量是這些的力量 一個麥潭的老頭給別人送溫暖的人 他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的淡薄 他為了碳賣得好一點 他還想天能不能更冷一些 這個是哲學的力量 我永遠是一個初學寫作者 嗯 初學寫作的意思的話 當你爬另外一個山的時候 你對他全部是不知道的 是 這個未知 有時候對於文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樣方向的轉變的話呢 他會帶動你哲學思考的提高 自古以來很多人就說 小說家平常想到什麼點子 就拿一個小紙條寫下來 塞到口袋裡面 然後一天回家的時候 口袋掏出來 很多小紙條都是你的構想 然後你就從當中去想要發展什麼 當然的話呢 就是用這個紙條 然後寫東西的話呢 就是也是我的平常的一個習慣 真的 真的有 而落實的呢 我就把它再畫下來 比如說這種瞬間的思考 包括瞬間思考的積累 有時候對於一個寫作者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什麼開關是觸動你 你就會覺得這個是值得我發力氣下出行的 當然首先必須是一個全新的一個方向 這個全新的方向 有時候你也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想 在沒寫之前 積累了99個想法 他一定會出現另外一個想法 你有一個全新的想法之後 故事結構和人物結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看那麼多作家 他當然也一直希望自己突破自己 再寫出更好的作品 可是終究到有一刻 他就會沒有辦法寫出更好的東西 一般人的話 會認為的話呢 就是他缺乏生活 還有的話 他缺乏對文學的認識 退化 退化 對不對都對 但是我覺得有比這更重要的事 嗯 那就是 他背後的哲學的修為 是不是在不斷的進步 嗯 就是他的認識和思辨的能力 是不是在不斷的成長 是 嗯 就是對世界的認識 包括對生活的認識 跟他自己的認識 對這個時代的認識 他是一種不同的 他超越這個時代的認識 嗯 你不要像曹雪芹 曹雪芹如果活到現在 他一定也能寫出來特別好的小書 是的 因為他的認識 他的才華 他這個不同的這種目光 那確實的話 跟別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像《轟樓夢》 你代表說 下邊都用眼淚來爆他 厲害吧 嗯 而且他老哭 幾個淚眼在看這個時間 還有一個就是 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演賓客 眼看他樓塌了 是誰看到的 他還有一個 就跟我同姓的一個老太太 劉姥姥 一個窮人的眼睛看到了 富貴人家的這種衰落 是 一個是淚眼 一個是窮眼 這是兩盞思想的探照燈啊 嗯 所以他要生活在現在的話 他肯定也能寫得 特別好的寫 是 你剛才講到淚眼這件事情 我就想到你的小說裡 哭的人很多 嗯 這些賣豆腐的啊 木匠啊 賣驢子啊 這些人 他們 在我們心目中 常常會忽略說 他們那個哭 只是因為窮困呢 還是是因為苦 可是你在寫的時候呢 往往他們的哭是因為 感動或者是寂寞 是 其實這種哭都是我認為很 浪漫或者是很傷感 或者很細緻的哭 這個我小說裡的人物哭的話呢 也有因為就是比如講那個情感到 一定的地步會哭 但是的話更多的呢 兩種 一種的話呢 他突然覺得兩個人的Level 認識的Level到一個層面 他哭了 他被懂了 懂了 就是一個人懂了另外一個人 他善然淚下了 嗯 還有一種哭的話呢 他可能是啼笑皆非 嗯 就是 哭得很複雜啊 在講像 這個我不是潘金蓮 嗯 我對人 對人類說不清楚的事 那我可以告別這個人類 他就要去上吊 嗯 上吊的話呢 就是到一個桃林裡邊 然後 把繩子扔在桃樹上 掃下一地桃花 登了這個腳下的石頭 就吊在那兒 突然有人把他腿給抱住 嗯 大姐你不能害我 說我死我的跟你有什麼關係 他關係太大了 他因為這個桃林是我承包的 嗯 現在桃賣不出去 就是靠 秋天大家來採摘嘛 都知道這有釣絲棍 誰還會來呢 嗯 那我到哪兒死去啊 去對面神 那個山頭是老曹承包的 他跟我神 對頭 半棵樹當不了你多大功夫 俗話說別在一棵樹上釣絲 這個時候理解了兩句 嗯 接著他又笑了 嗯 他也不上吊了 是 他就是這種 人間多少事 就是這個一日三秋 嗯 就是兩三笑話 是 這是一個 一個層面 還有一層面呢 世上有許多笑話 註定要流著淚聽完 就是小說無法用 特別幽默的語言 在成熟一件事 成熟一個人物的情感思緒 你要這樣的話呢 就讀著讀起來的話 他覺得你這個人 特別油嘴發誓 他覺得你在調侃他 嗯 你調侃他沒什麼 但你萬不能調侃 作品裡的人物 但是的話 你會看到好多書包 好多電影 這個人物他不該這麼轉折呀 他不該說這個話呀 他就是說了 為什麼 這是作者和導演讓他說的 嗯 這就叫欺負人非常不道德 嗯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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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